大家好呀,我是林白 今天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做堆木的上限 这边对面是个城之内用的是战士的领域 那应该是最近流行的二重怪兽卡组 自从小表出了之后 我就把存怪卡组放到他身上来了 因为感觉比较适合他 对面使用猥琐战术 那我也使用猥琐战术 不该战怪兽就直接回合结束 那对面的回合也是盖两张牌就直接回合结束 那就是非常利于我的一个局面 我直接翻开堆木虫发动他的效果 从卡组上方翻开是怪兽卡的场合送入目的 直到出现魔法陷阱卡为止 然后把他加入手卡 这边我就把大半夫卡组直接送入目的 然后再发动神奇气球的效果 先把卡手的两张卡送入目的 明权小粒子被送入目的后会自动回家 想想还是挺令我 好,发动目的里冰杀怪的效果 目的和除外区有三张冰杀怪 除外一张就可以从目的特殊召唤一只海龙族 我召唤了一只目前攻击力最高的海龙族 然后除外目的两只风属性怪兽和一只地属性怪兽 特殊召唤 墨荒龙卷怪还没结束 上纸一召唤 集额防恶魔 进战截之前先发动墨荒的效果 丢掉一张手牌破坏一张魔法陷阱 第二个回合就三只怪战场我就看你怎么打 又是你 算了没有关系 这边他除外掉我的墨荒 先墨荒我还有两只怪 进行攻击 是一个四星嫖虫 呃我没有四星怪兽 拜拜 二重怪兽卡组带个四星条虫 其实好像不太顺 上去撞他 现在他手上那张大概率是个二重的主要怪兽卡 就看他下一张能不能抽到他要的牌 如果能抽到 也打不过 那就看他盖牌是什么吧 好的对面攻击表示召唤一只二重怪兽 果然是二重的主要怪兽卡 他这边攻击表示召唤 说明他的盖卡一定有东西 出于他是二重卡组的考量 那应该是能够提升攻击力的东西 先给他再降300点攻击力 然后用饥饿反恶魔进行攻击 果然他这边发动陷阱卡半反击 虽然不是二重专用 但总体来说没有猜错 对面也提升了1100点攻击力 但是恶魔的效果 装备在对方怪兽身上降低500点攻击力 螺旋龙给对方1100点战斗伤害 game mo entonces要看到 ÄWARRIG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